我們前面教你什麼叫做氧化反應什麼叫做還原反應 接下來還有兩個名詞 叫做氧化劑跟還原劑 在氧化還原反應當中提供氧的物質叫做氧化劑 它提供了氧所以讓別人氧化有氧化就有還原 所以別人氧化劑怎麼樣 我自己就還原這個東西叫做氧化劑 獲得氧的物質就叫做還原劑 它得到氧別人還原它得到氧得到氧叫什麼氧化 所以呢它使別人還原可是自己呢氧化 這種東西叫做還原劑 你要弄清楚誰是氧化劑誰是還原劑 反應鎂加二氧化碳產生氧化鎂 你看到這裡的鎂變成氧化鎂 它本身怎麼樣氧化所以它是什麼劑還原劑 它是還原劑你看到二氧化碳二氧化碳失去氧變成碳 所以本身發生什麼反應還原 那提供氧讓別人氧化所以它叫做氧化劑 所以這個反應裡面 鎂叫做還原劑 二氧化碳叫做氧化劑 鎂發生氧化反應 二氧化碳發生還原反應 所以感冒藥是要治療感冒的 不是吃下去就會感冒 所以氧化劑是讓別人氧化的 不是自己氧化 別人氧化自己怎麼樣還原 因為有氧化就有還原 然後它就有還原 這個氧化劑跟還原劑都是反應物 不是生成物 生成物沒有什麼氧化劑跟還原劑的問題 A加BO變成AO加B A跟BO才是氧化劑跟還原劑 後面的AO跟B不是 後面AO跟B不是 然後國中程度 只能對國中生用 氧化劑就是要提供氧 所以進行一定要什麼 進行一定有氧 所以他問你誰是氧化 就看這邊誰有氧 誰有氧 二氧化當然有氧 所以二氧化就是什麼劑 氧化劑 但是這種講法只能用在國中 因為我們國中是用得到氧叫做氧化 失去氧叫做還原 高中就不是這樣 高中就不是這樣 因此我們就會有一個問題會出現 就是所謂的活性大 活性小 置換取代的事件 每加二氧化碳產生氧化每加碳 就表示 每的活性比碳大 每一筆像喜歡跟氧在一起 所以就會橫刀奪愛 把二氧化碳給搶過來 叫做搶過來然後把碳弄出去 叫做取代了碳 把碳置換出來 把碳置換出來 所以呢我們發現如果我的活性大 我就容易把別人的氧給怎樣 搶過來 讓別人還原自己氧化 如果我的活性小 我就喜歡把我的氧送出去給別人 讓別人氧化自己還原 自己還原 因此就有所謂的安定跟不安定的問題 我是活性大的金屬 我去喜歡搶人家的東西 所以我容易發生反應 叫做我不安定 可是我喜歡氧 我搶了氧之後我就不放了 就不放了 那就表示我的氧化物很安定 我是活性小的金屬 表示我不喜歡去跟人家搶氧 所以表示我的元素很安定 我不去搶人家的 但是呢我得到氧之後 因為我不太喜歡跟氧在一起 我就喜歡把氧送給人家 那表示我的氧化物就不安定 我把氧送給人家表示我就是好的氧化劑 所以呢 以後考試的題目 就會像這樣 我們就會寫一個反應式 我們就會寫一個 我們就會寫一個反應 我們說A加上BO 會變成AO加上B 我們會加上C 加上AO 會反身C 會反身C 加上A C 加上A 好 那麼 我們看了這個反應之後 看了反應之後 我們就可以問一些問題 第一個問題 B 我們會問 請問你 誰的活性 誰的活性大 誰的活性小 誰的活性大 誰的活性小 A可以搶走B的 所以A的活性大於 B C可以搶走A的 所以C的活性大於 A 所以你就知道 活性的大小叫做C 大於A 大於B 然後呢 我們還可以再問你 誰 誰安定 誰不安定 誰活性大 誰不安定 活性越大 就是越不安定 然後我們還可以問你 AO B O C O裡面 誰是最好的氧化劑 最好氧化劑是什麼意思 最喜歡把氧 送出去 表示他自己最不喜歡氧 這邊裡面誰最不喜歡氧 B B最不喜歡氧 所以 誰最把氧送給人家 B O 所以呢 B O就是最好的什麼劑 氧化劑 把氧送給人家 我問你 A B C 誰是最好的還原劑 還原劑什麼意思 把人家氧搶過來 讓別人 還原 自己氧化 就要挑A B C裡面誰的 C 活性最大的 這一邊 A B C的活性誰最大 C 所以呢 C就是最好的還原劑 C就是最好的還原劑 這就是我們考試會考你的題目 啊 問你誰安定 誰不安定 誰活性大 誰活性小 誰是好的氧化劑 誰是好的還原劑 那你就是要會 你就是要會判斷 OK嗎 OK 很好